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范例的阶段咯,我们要拿一个范例来说明怎么样设计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那在这个我们的范例当中,我们来说明一下它的这个范例的背景。 OK,那这个背景呢,里头有这个敏捷,还有用力。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敏捷跟用力那进来呢? 是因为这个我们敏捷开发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做迭代,不断的做这一个巡回。 OK,就是每天会有开发这一个产出交互、减连、回馈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这我们称为叫做迭代,英文叫做Iteration。 OK,那么我们每天要来产出的标的。 好,那是什么呢? 那在敏捷的开发的领域当中,有很多专家建议呢,使用这个use case当成这个敏捷每天开发、交付、检测、反馈的一个标的。 那因为use case呢,就是这一个用户的一种期待,对于系统的一种期待。 那这种期望呢,是不是能够满足那么有用户最能够理解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每天的敏捷每天的,或是每一次迭代的产出,都是以use case为单位。 以use case为目标,那么以用户的这个,在use case中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满力度为我们的依规。 那么这个敏捷呢,就变成很好的管理了。 那么随着敏捷的这个推演,那么越来越多的use case,那我们需要做一个更好的整合呢。 所以我们就来设计通用性的接口,来整合这一个不断产出,不断修正的这个use case。 好,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use case呢,是表达用户的期待,也就是表达用户的需求。 所以呢,它是一个表达用户需求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呢,对于架构式而言,我们有两把刷子。 第一把刷子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透过EIT来表达架构,来跟这一个开发者沟通。 那么另外一边第二把刷子呢,透过use case的表达,来表达用户的需求,来跟用户沟通。 所以右边拿着EIT造型来跟开发者沟通,左手拿着use case的model,use case的表达,来跟用户沟通。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用户,这一个架构师,开发者,把它整合三体为一。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从需求到代码,一以贯之,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也是很好的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就以这个MP3的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境下,那么总共来做这个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主题,那首先先帮你做个铺垫的动作,就是use case呢,它是表达需求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好,那它这个,所谓的模型就是,因为它还不是代码嘛,所以还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形式,所以叫做模型。 它里头包括的有两项,一项就是用力系数,叫做use case description,另外一个就是图形,叫use case diagram。 那么这个两个图文并茂来表述这个需求,这是我们架构师,可以应用它来很明确的能够抓准,能够表述用户的需求。 那么背后,我们在用我们的EIT来做架构设计,来支持这一个用户的需求,来获得用户的满意度。 然后,右边再把它把EIT造型的架构的表述,明确的传达给这一个开发者。 因此呢,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好,随着这个迭代的过程不断的推演,那么use case的产出会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内容也会越来越细腻。 所以呢,并不是一开始use case系数用力,代表就会很完整,不是在敏捷迭代的过程当中,use case也会增加,use case的内容也会更加的细腻而完整。 OK,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个MP3的这个播放音乐的范例,里头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里头第一个我们先看它的这个用力图,就是use case diagram。 那这个use case diagram第一个,这个椅圆代表的就是user来用这一个系统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什么要来用这一个系统。 所以这里用一个文字,表现出它的这个意图,表现出它的期望,表现出它的目的。 这个也表现出它的目的,所以use case的名称,本身就是表达了这个用户的一个目的。 OK,好,那么这就是表达为什么坏,为什么会来用这一个系统来接受这个系统的服务。 所以这个椅圆也代表系统的服务,也代表的user的期望,代表user的期望。 那这个use case的名称就表现出来,说明了user为什么会来用这个领域。 然后之后呢,还有这个口言另外代表另外一意,就是how to。 就是user要怎么来用这一项服务。 在使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那么user跟系统做了哪些交互,哪些互动。 OK,所以互动的过程也是这个的内涵。 所以这个椅圆代表的一个是目的,一个是互动的过程。 那这个目的说明了why,为什么他要来使用这个服务。 那这个互动的过程表明了how to。 所以一样的每个椅圆都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why,就是为什么,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互动过程是什么。 所以每个椅圆都是这样的意义。 然后呢,等一下会来说明这个etend。 我现在先简单的帮你说明一下。 这个etend的呢,就表示呢,这一边在执行这个的过程当中, 可能在user呢,觉得音乐不好听的时候, 在某些情况下,会来执行这一段的互动。 那执行这段互动的目的,就是要把音乐停止。 把音乐停止。 那etend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他不会来,如果音乐很好听,他就不会来走这一段。 那么,如果音乐不好听,他就会有条件的来执行这一段。 那么,相对的,这边有一个include。 include的意思就是,必然的一定会,当你要播放某首音乐的时候, 一定要来选取某一项音乐,所以他一定会走这一段的互动。 所以include的是,一定的,必备的,会来执行的。 intend的是,可能不会来,可能会来。 叫做可选择性的,option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用力图当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有两个use case。 一个是,播放一首,预设的音乐。 这个是,播放一首呢,我们用户可选择的。 那,我们再收银一次,这一个,两个use case的差别。 这个差别呢,就是说,他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听音乐。 那么,听的是什么音乐呢? 听的是,这一个,在我们软件里头,系统里头,已经预设的,预定的,默认的那一首音乐。 那,这个是,我们有几首音乐呢? 让用户来选择,差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这个include的关系。 在这里。 就是这个include的关系。 收银这个include的关系是什么? 等一下,收银的关系是什么? OK。 那include的关系呢? 就是说,这一个,两个用力之间,有某一段,他的互动流程是一样的。 因此呢,就把它独立出来,让他可以,大家可以来互用。 那,我这边说明一下,他的意义。 就是,这一段,本来是在这里头的一小段。 这一段呢,本来在这里的一小段。 因为这两边重复了,所以两边都要去描述这边的浮动。 所以当时呢,在1992年的时候,亚克尔森,他就建议呢,可以把这一段里头相同的部分,把它独立出来。 把它独立出来。 那,再拉一条键线的键头,表示出它的关系。 好,那这样子,这一段就不用在这里也写一遍,在这里也写一遍。 OK。 它的用意只有这样而已。 就是,一旦出现有好几个用力,都有某一部分相同的对话流程。 刚刚讲的,就是,它是如何来使用,这叫英文叫做Dialog,就是交互,就是对话的流程。 所以每个口言都是代表的一段这个对话的流程。 那,一旦有好几个用力,出现相同的对话,里头有某一段,是重复出现的,那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 那,独立出来之后,这一个我们称为叫Include Use Case,原来的叫做Base Use Case。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称为叫做Base Use Case,叫Include Use Case。 OK。 是这样子的。 好,简单而言之,这Include的关系,是来自抽象的动作,是从不同的好几个用力当中,把它共同的部分,把它独立出来。 可以避免我们不断的去维护它,到处去重复的,去细数它的互动流程。 OK。 OK。所以上图的选取音乐,这个用力呢,就是播放某首音乐里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Include是表示呢,它必然会来,一定会执行的,这叫做不可或缺的。 OK。 不可或缺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Extend,Extend表示呢,它是有条件的时候,才会去执行那一段互动的过程,像刚刚的Stop,是音乐不好听的时候,在执行这个Use Case的过程当中,在播放音乐的过程当中,觉得不好听,在这个条件下,才会去执行这一段。 所以它是有条件的,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成为,就叫Extend Use Case。 所以在这个对话的流程当中,是有条件的,才会去执行它。 所以在刚刚的这个Stop,就是音乐播放的过程当中,觉得不好听,它才会来执行这一段。 那如果好听的时候,它就不会来执行,所以它是有条件的,来执行的,叫做Extend。 OK。 叫做Extend。 好,那什么叫Extend呢? 我们再来更详细的说明。 这一个,当播放某一首音乐的,播放音乐的时候,那这个正常的流程是A,正常的一个scenario是A,那么有一种情况是B,就是当它在播放音乐的时候,觉得不好听,它就来执行Stop的这个互动的过程,然后再回来,再回来。 所以有,在这个Extend的情况下,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正常的播放音乐,一种是不好听的时候,它会来执行Stop,再回来。 好,那这个叫做Extend。 所以呢,这种情境,我们称为叫做两个Course,就是两个scenario。 那这个A的scenario,我们称为叫做Normal Scenario。 那然后B,这个途径,这个路径呢,我们称为Alternative Scenario。 OK。 所以有两项,有两项,一个是A,这个一个是B。 那这两个路径,在我们的Use Case系数,都要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Use Case系数咯。 刚刚看到的是Use Case的图,现在来看的是Use Case的系数。 首先,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先给Use Case取一个ID,然后来收明了这个Use Case的名称。 那再来,完整的系数,用户呢,他来使用这个Use Case的一种期待。 除了名称之外,再给更详细的说明。 然后再来这个系统呢,要取一个名字。 还有,到底是人,还是谁来使用这个Actor呢? 有时候是系统,有时候是人。 好,接下来就来描述这个过程咯。 好,所以,用户按下Play按钮。 那这是Use的Action,这是系统的反应咯。 那系统就来开始播放MP3的音乐。 那这个播放完毕了,那么可以继续播放别的音乐,可以再Play,再Play,可以重复的Play。 那如果他按下的Exit,那就结束了,系统就结束掉了。 那这个称为Main Cause,就是主要的Scenario。 那因为这个播放音乐,它有一个Stop这样的一个V的Course,这个部分也必须要收明。 所以呢,这收明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替代的程序。 在这里,在2A,这里是2。 所以2A表示,它的一个替代的部分,A是Authentive的意思。 所以在播放的时候,如果User呢,觉得音乐不好听,就会按下Stop这个按钮,它就结束掉音乐咯。 好,这么叫一个Use Case就表述完毕咯。 那就是把那个椭圆里头的互动的过程,用一个用力的系数来把它表现出来。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Use Case,编号002。 那Use Case的名称,目的,还有系统的名称,还有这个Actor的人,还是系统。 好,接下来呢,那就是用户呢,选择某一首音乐,然后按下这个按钮。 好,那如果你在Ui上面的设计,也可以说,我这Play Music 1,Play Music 2,那这没关系。 因为这是属于Ui的细节设计咯。 那是在开发段,再来决定了,开发段,再去决定了。 好,那在这里只是说明User的意图,以及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流程,一个过程。 那至于细节呢,可以到时候再来做优化的动作。 所以,先选取某一首音乐,再来按下Play,就播放该首MP3。 好,然后可以这边重复的播放其他的所选的音乐。 接下来是按下Edit,就结束掉这个用力,结束掉这一项服务。 好,那么这个里头呢,在第二个部分呢,有一个option,有一个option,就是User呢,如果按下Stop按钮,那就结束掉该首音乐的播放咯。 好,所以这就是Use Case的系数,这Use Case的系数。 OK,那我们就是针对上面的这两个椅圆,各写的两个Use Case系数,来说明这里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说明这个互动的过程,也说明这个每个椅圆的互动的过程,就叫做Use Case系数。 OK,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有图,有文字,图文并茂,这个我们称为,简称为Use Case的模型。 OK,好,那我就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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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